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0年金包营之后 他出了这张烂田准鹿 里面有可爱的马 压損条尖 誒嗨嗨嗨嗨嗨嗨嗨大美 亚爱买呀贴贴吧 notice 和爱ฟや坍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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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 由蔡震南老師領居 另外還加入了像紀茗楊大師 這些都是唱片圈一時之選 其實秋風姐後來還有很多代表作 比如說一步一腳印 或者是鬆到你甘苦到我等等 不過後來因為唱片圈 也慢慢進入了卡帶CD年代 所以後來有些作品其實就沒有出黑膠了 因此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黑膠的蔡秋鳳的特輯 不過待會也有一個懸案 一個謎啊 也是這系列的蔡秋鳳姐姐 我做了那麼多集的特輯的黑膠裡面 最難買也可能是最貴的 創身會有很iddった 一別來煞小姑娘 我說鏡天沒你唱花絲 開咧咧他一直起 戶車後面何地叫 SVities enlightenment 夢 hinaus閃聲聲 回來對我哭嘱 靠對oren flavour 放手我 夾保老 希望坐後期一面 拼到大規村不定 若在政策拔婚禁 當新娘已經正確定 孤弟孤高雄吹你 忘記你平保抹頭 讓人太悲哭 出來說 夾保老 經典老歌的翻唱 說實在的 秋風姐駕馭歌曲的能力 真的是沒話說 不過因為我也出道比較晚 跟她交流的機會不多 後來有在一些綜藝節目遇到 都覺得她很親切 很溫柔 尤其 我永遠難忘是有一次 在安和路當時的紅廚餐廳 現在搬到兄弟飯店後面了 遇到了秋風姐 以後再逞著一回 stat 排風年公笨延賣山 我的心肝 你的心肝 愛在心肝 愛在心肝 愛是寶貴 我的希望 酒梅梅 愛是寶貴 我的愛是寶貴 我的愛是寶貴 愛是寶貴 我的愛是寶貴 愛是寶貴 我的愛是寶貴 旁邊春風 上山合唱 有歌聲 春風吹你啥 我的心歌 你的心歌 心歌風頂 心歌風頂 相愛相亡疼 永遠甘味 有罵有贏 心歌風頂 愛相亡疼 永遠甘味 有歌聲 那一天他就幫我買單了 你知道我們在這個人生路上常會碰到幫人家買單的時候 或者是被人家買單的時候 然後都會覺得特別的拍謝 因為我剛剛講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私交 然後工作場域也遇到的機會不多 但那個時候反正就是打了個招呼 沒想到再去結帳的時候 已經被請了 這單已經被買了 這樣特別特別的感謝他 每一次我都要再講一次 因為這也是我跟他 私底下唯一的交集 當然現在在臉書上偶爾也會互動 不過那時候就覺得 哇 這個姐姐實在是太大方了 因為那家餐廳也不便宜 好 接下來就是一個謎了 愛莉亞唱片公司推出了一些所謂的那種 新歌對唱的男女對唱合集 新歌對唱第五集主唱是傅政輝韓語 韓語是誰啊 小學歌 文詞妳已歌心愛真噸心 ,文詞妳cemos的 each other 文字支持東西 聽聞快樂 ,inally知道愛花種日子 精ов,遊戲人 tu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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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廟為著是亂地亂貪 好廟為著無情他的人 每天總是萬苦紅 啊 妳是這個無情無他的人 第一個 第一個 根據網路上目前能查到的資料 這位輝哥 傅政輝大哥 當年在艾莉亞唱片 總共出了五張這樣子的新歌對唱合集 全部是cover 全部是cover 然後呢 第一張跟羅平 第二張跟羅平 第三張跟羅平 第四集跟羅平 第五集 突然間變成跟韓語 那麼傅政輝大哥跟羅平的那幾張黑膠不貴 但是跟韓語這張就貴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就是蔡秋風 我告訴你 台中的艾莉亞黑膠唱片 真的是台語唱片圈二手架相對高的一家寶藏公司 除了有沈文成的代表作 那些黑膠都很貴 竟然 蔡秋風 以韓語 韓國的韓 下雨的語 作為譯名 也出了一張這樣子的匿名合集 太帥了 所以這張黑膠呢 呃 市貨的老闆 當然就不會賣你太便宜 那市面上也不好找 好 那麼後來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也是真的多花了一點錢 才買到 因為其他的真的都蠻容易買的 包括蔡秋風 包括傅政輝大哥跟其他人的合唱 就是這一張特別難買 不相信你現在自己打開網路查一下 看你什麼時候會找到 OK 那這家產品公司 但是為什麼我敢說他是寶藏公司呢 因為除了 呃 這個韓語 也就是蔡秋風 也就是他在 呃 明明他已經出道了 明明他已經用蔡秋風的名字出了幾張唱片了 可是他到了這家公司之後 為什麼還非要改一個名字 好 這是個謎了 這又是一個謎 我要去問誰 請問一下 我要去問誰啊 好 沒關係啦 就這樣 那 呃 因為這家唱片公司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人 也在這裡出過唱片 導致呢 他們的唱片的 呃 就是 整體的平均的二手行情價是非常高 那個人叫陳五雄 陳五雄是誰啊 陳五雄就是後來的這個 呃 陳雷啦 那 唉 反正啦 說實在真的是 要要要 找這些東西呢 除了 很難 很難 之外 還有就是 你要知道這件事啊 就是你 你必須知道這件事情 你才會去找嘛 假設你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有 有月亮 你根本晚上就不需要抬頭看月亮了嘛 所以你要先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再開始去找的時候 哇真的是 非常的 不容易呢 必須講就是 有些時候也是緣分 老實說我現在也想不起來 我到底是 怎麼知道的 好 就我是怎麼知道說 呃 陳雷當年 好 他 用這個陳昭雄的名字 然後在這家唱片公司出過唱片 因為我們認識陳雷大哥的時候 好 什麼 甘兵 甘是我們鄉親的地方 好 然後什麼 欸 什麼 他有什麼歌啊 欸 什麼 陳雷有什麼歌啊 陳雷代表做很多呢 欸 怎麼突然現在想不起來 有呀沒有 好 之類的 然後當時帶他的宣傳 長得跟他很像 好 就是後來的陳澤山山歌 好 anyway 好 我剛剛講說他的本名叫陳武雄 可是他在 艾莉亞不是用陳武雄 我剛剛前面好像講錯 是陳昭雄 他用陳昭雄的名字出唱片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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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菲力吳子琦 我們現在聽到的是一張CD 它是叫做音樂世界 翁孝良 吳勝志 編曲 詛咒的演奏專輯 由第一唱片公司發行 當時是CD版 時間是 哇 也是很久了 1986 啊 這張CD版 剛剛在廣告前提到了 陳昭雄先生在艾莉亞唱片 1988年所出的專輯 那後來被我知道之後 就想要買這張唱片了 真的是 好貴喔 最貴的我看到已經將近一萬元了耶 這真的很試貨 他知道這個人是陳蕾了 可是那張專輯的歌沒有紅啊 我們認識陳蕾都是後來 晶圓唱片時期那些好紅好紅好厲害的歌 全台灣都為他風靡耶 包括他的造型 陳昭雄還沒有戴那個帽子 還沒有穿短褲OK 但一臉就認出來 他就是陳蕾大哥 那麼我也忘記我那時候怎麼知道的啦 反正我就進入一個很可怕的搜尋的過程 當然後來順利買到了合理的價錢 之後呢有機會會再跟大家分享 陳昭雄時期艾莉雅唱片時期 還沒有紅的時候 也就是說 蔡震南先生 點石成金 沈文成 蔡秋風 但是陳昭雄 就沒有在他手下紅起來 好 那這張CD呢 哇也是 也是眾裡尋他千百度啊 是不是這樣講 有這句話嗎 那下一句呢 不會接的嘛 是不是沒有學問嘛 然後要看那個一鳴驚人嘛 我們都有一些接的那個 眾裡尋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指在燈火藍山處 是嗎 是同一句嗎 我覺得不是這樣 是同一首詩嗎 好像不是喔 好像不是 我也覺得好像不是 是 默然回首 就是在燈火藍山處 那眾裡尋他千百度 是在舉手 是耶 是嘛 還是有點學問 在肚子裡的 好 Anyway 這張作品音樂事件呢 裡面也有黃瑞峰的鼓 還有郭忠韶老師的Bass 都是大師喔 那吉他就是翁孝良無聖志 這張CD呢 也是很珍貴 因為第一個翁老師後來也成為 演藝圈的音樂圈的大師 包括他自己出片 他栽培張宇生 陶晶瑩 然後他組過印象和唱團 然後呢 吳勝志呢 就是一年早逝的客家巨星 我們之前介紹過很多次 那他也有另外一個藝名叫陽光 找這些都找死我了 真的我快崩潰 尤其這張CD呢 在網路上一直有一個人 直接開價四千元 四千元買一張CD你會買嗎 恐懼喔 我記得陳生大哥 在對岸的藝術家音樂人好朋友 佐小詛咒曾經出過CD 定價就是好幾千 他把當藝術品 OK 那 確實也是啦 真正的藝術品 好幾萬 好幾百萬 好幾千萬 好幾億 像那兩美之畫 Michael Jackson 賣了16億耶各位 一張畫賣16億 那那些花16億的人是誰啊 他怎麼可以有16億可以去買一張畫 那他表示他有更多個億嗎 他可能有幾千億嘛 所以他花了十 你有1000塊花16塊合理嗎 你懂我意思嗎 你手上有1000塊 你買了16塊的一張唱片 OK啦 傻眼耶 那 當年的第一個CD很值錢 都是Made in Japan 台灣還沒有技術 台灣可能那時候還沒有好的工廠 第二個就是說 一則喜一則遺憂啦 開心的就是說 試貨的人真是有的 網路上的賣家就是這麼試貨 他也跟我一樣這麼在意翁孝良 跟吳勝志老師 那悲傷的就是說 你賣這麼貴誰買啊 他到現在都還沒賣掉 因為真的太誇張了 雖然我們很珍惜 但真的沒有那個底氣啦 一張CD賣4千塊 這樣子收藏下去還得了 不要告訴我太太啊 那當然我就沒有買下去 我真的很想這張唱片 我幾乎有一個資料夾 都是我每天在搜尋的作品 其中有一個就是這張 終於有一天給我等到了 我當然還是花了4位樹啦 但至少不用花到4千塊 在此我要祝福那位賣家 早日成交 你慢慢等吧 可是呢 我還是很敬佩你 因為表示你非常試貨 但我必須講這個價錢 真的有點超過 好 就是說試貨是一回事 但如果說你想把它賣掉 4千塊真的有點難 那你要想想你原價是多少 搞不好你是路邊撿的 搞不好是那個人家完全不試貨 50塊賣你的 或是趁金論糧 一袋CD賣100塊 500塊 這種事情都在各個角落 二手店發生ING 那假設你的成本沒那麼高 我是認為 救人一命啊 甚至七級浮屠 你就不要賣這麼貴好嗎 讓其他人 真的愛這個CD的人 可以早日把它帶走吧 不然你放在那裡 還是很貴味的啊 好 再來 這是另外一個我收藏的系列 叫做唱片公司 給唱片行播歌用的黑膠唱片 完蛋 它現在轉好快 我完全沒有辦法看它上面寫了什麼 我先讓它停下來好了 這張唱片呢 這張唱片呢 是在幾年啊 有寫嗎 9月 它有寫9月 這是日本的CBS Sony唱片公司 N年前的一個 當時重要歌曲 精華合集黑膠唱片 封面就印的很簡單 然後就是給唱片行播歌使用的 然後這是誰唱的 哎呀 真的是齁 來看一下 這個是 各位 你要仔細聽喔 這是前陣子有一部片子 它 演一個奇怪的客人 然後跟我們台灣的姑娘呢 發生了很多 有點類似SM之間的關係 愛麗絲旅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本來不知道這個電影的 後來是因為愛麗絲旅館的這位 呃 女主角 她其實很犧牲 她必須要露兩點喔 呃 當然是很隱約的啦 她在裡面呢 就跟永賴正銘有一些互動 好 永賴正銘也演過我們的卡諾嘛 重點就是 這是她唱的 好少男喔 永賴正銘 就是那個永賴正銘吧 沒有錯吧 你還記得永賴正銘長的樣子嗎 她跟前演中心好像喔 她們的眼角都永遠下垂 然後都是有點酷酷的 都不笑的耶 你也有過去喔 這簡直是什麼田園俊艷的歌聲嘛 是的 就是那位日本類型片的天王 永賴正銘 N年前的9月 SONY CBS唱片公司 發給各大唱片行在店裡面 播放的合集唱片 我也超喜歡收集這種的 當時呢 台灣呢 最專業在出這個的是滾石 那一套我也是收集了好久了 裡面有什麼那個說 最紅的張信哲 趙傳 陳書華 你要去買他們個人的二手黑膠呢 貴桑桑 但你買這個合集喔 該有的豬大哥都有了 有興趣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滾石金曲之類的 然後呢 日本 日本 這些也是充滿著寶藏 我隨便買 就買到了永賴正銘 那這個戲呢 其實就很日系的慢節奏文藝片 那裡面的這個女主角為什麼 我會注意到她 是因為喔 她有演 模仿犯 她就是模仿犯裡面呢 其中的一位被虐殺的女生 然後她在2018年 她就演了女主角 愛麗絲旅館 這個戲到今年好像才上 但是也就很快就下了 不知道為什麼 她長得非常的有個性 很像日本人會喜歡的那種model 然後呢 欸 這個是什麼 今年上嗎 我給忘記了 反正就是後來上了 但 還來不及被注意 沒想到呢 沒想到呢 到了 模仿犯 就很多人關注了 哇 那個被虐殺的女生是誰 長得好有個性喔 原來她就是陸下 那麼這張唱片還有誰呢 這張黑膠呢 我剛講呢 就是當時 等於是 呃 當年唱片公司旗下 最重要的一些宣傳的歌 其中有一個人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他是一位才子 叫做知田哲郎 知田哲郎呢 曾經寫過很多的歌 在那個必應系的唱片公司時代 然後呢 他自己也有出唱片 實在是有夠讚 那這張唱片呢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查到的應該是1983年 OK 回到1983的9月 日本人在聽什麼 日本的CBS 索尼唱片公司在推什麼 日本的唱片行在播什麼 好 這樣子你就透過一張唱片呢 好像就真的可以穿越時空了 日子 timelines 到日子 到日子 この想い 刻み込むよ 時遇これで いつの日か 生まれ変わる 二人の出会いよ 信じて 這種唱片在日本唱片行賣二手的時候其實不貴 但貴是在於 貴在它數量少 還有就是市面上流通的不算多 不過也是有啦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找找看 然後你看你可以一次聽到這麼多大咖 我來看一下這個唱片上面有的名字 除了剛剛我特別選播的永奈正銘就比較特別 另外還有 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 那個時候1983年我也才12歲 我才才11歲 找到了一個 很紅的 而且到後來也一直非常喜歡聽她的歌的 那就是五輪真公小姐 五輪真公小姐就是之前我們曾經播了一首國語歌 台灣的唱片 然後我在喝那個前奏 然後很多網友都告訴我 哎呀 那個你哼的就是五輪真公的歌啦 被那個時候挪用到台灣唱片啦 在我心中啊 五輪真公中島美雪 我是比較喜歡五輪的啦 因為中島美雪有時候唱歌好激動喔 就是會有點害怕 就很難聽完一整張 我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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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何を言えばいいの 繋いは私 唇 震えるばかり コーヒー書く細い指 何故か重すぎて 道を行く人はガラス越しに 二人を見てるよ羨むように けれどもあなたは 跳ね返すように その口の時計を見た 好 我們要聽一下新歌的 這是冰球樂團 改天還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我所收集到的所謂的唱片公司宣傳唱片 唱片公司宣傳唱片 裡面當然都是當時他們最想宣傳的唱片 好 冰球樂團的專輯 我好斯文實在是太讚了 因為他所有的編曲 彷彿都回到了80年代 那個痛調 那個音色 把自己關在房間 試圖了解自己多一點 用一點點 你還捨不得睡 音樂加一點調味 現在用節奏心在醉 灑給 黑咖啡 待會誰陪你住誰 搖搖搖搖 一起搖到外部角 一起睡個覺 一起 搖搖搖 一起搖到外部角 一起不睡覺 一起 喔 閉上眼閃過的旋律 剛睜開眼卻又無蹤影 就像每天都會錯意 有他和他對眼外之一 別總在夜裡高興 別總在夜裡去躺 別這樣 你懂我所有的想要 故作真定 也只剩下一秒 想要什麼 Just tell me now 別告訴我 Baby 我很少在臉書上分享單曲 因為總覺得要分享自己的東西 都講不完了 除非真的好激動好激動 或者是好亢奮好亢奮 或者是好友感好友感 我記得我有一天 好像就在我個人臉書 分享Icebow的一首歌 然後那個痛調 就讓我覺得哇塞 真的重現了八九年代 流行歌曲的全球的一種風格 那當然為什麼會全球化呢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 那一台電子合成樂器 剛出來 全球的音樂人可能都在用同一台機器編曲 所以那個氣氛是很像的 那麼現在回到了2023年 他們竟然可以回到那個時代 我覺得實在太讚了 然後這首歌我覺得 很有那個維里安的氣場耶 就是維里安有一種說不上來的風格 你說他是完全文青好像也不是 有時候蠻流行的 反正總而言之 就是好聽 整張都好聽 邂逛 邂逅迷漫在周圍 旋之又旋 還沒發覺你的出現 紅著臉 緊閉的夜 輕輕踮起的交接 可能是我們要慢慢來的 可能我們要慢慢來的 可能你也不想要成為我女兒 可能你也不想要成為我女兒 我害怕會犯錯 No 你也不必要帶我去的 也許只適合了比較多 最后喜欢我来自冰球乐团 我没有办法确认 他们是不是去买了一台古董的乐器 然后模拟出那个时代的音色 不能那就不叫模拟 就是重现那个时代 还是说用现在的电脑去模拟那个时代 I don't know 就像上个月我去对Key的时候 因为我下个月有个演出 然后我也会唱一些经典的歌 那那个时代的某些编曲 我看着老师他那台Keyboard应该是弹不出来的 我就跟他说 你应该去买一台古董 才弹得出最能够重温旧梦的音色 那Icebo的编曲为什么都要这么复古 也是蛮酷的 就现在真的有一票 新一代音乐人 明明活在21世纪 却非常怀念20世纪 但事实上他们有没有经历过20世纪 这也是个谜 然后这个是Icebo乐团 接下来这一团叫小麻雀 好可爱 他们的封面当然就画了小麻雀 Tega 早晨六点半 夜没做双的冰茫 想买到困一层 但是我又要来去 我说这 说这 没在等 早上只好 吃一条茶一旦 从这一项 我都要去哪里 我准备去哪里 我准备去哪里 三一點 等一會吃什麼 三二點 七點 總比開槓 六點 三點 哪一小茶 四點 五點 現在我最想要拿下 拿下 下班了我就要拿下 拿下 我要趕快回去拿下 拿下 拿下 別 現在我最想要拿下 拿下 下班了我就要拿下 拿下 我要趕快回去拿下 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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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的 login 走 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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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шт aun的 是這樣的 戴下帝 Alles Within 我會遇到你 我會遇到你 飄臉 companies Paying 就故意弄得很lofi 就是很簡約 然後那個 音色就很電腦 不用特別擬針 它就是電腦 想每個睡一時 但是我又要來去看公車 公車沒在等 早餐吃一條茶也等 準是九點半 我準備去趕 十點 一點 等一會吃什麼 三二點 一點 準備開工 五點三點 來這小茶 四點五點 現在我只想要拿著 拿著 腳斑掉我就要拿著 拿著 很多歌都很可愛耶 寫的也非常的棒 那就是勾人走牙 看看會不會什麼時候 突然間紅起來 而且也是很洗腦 那這張專輯 這樣一批呢 其實到了最後呢 也有一首歌 尾巴突然間出現了表定 沒有的第五首歌曲 在這張專輯的歌曲 喜歡自由自在地飛在你的身邊 如果你剛好坐在我右邊 歡迎你和我說聲 歡迎你和我說聲 有或是你坐在我左邊 做什麼都可以 謝謝 謝謝 比所有人在聊天 李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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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听飞碟大首播 这是巨星前阵子做了很厉害的 音乐摇滚歌舞剧的 吴白老师的作品